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马来西亚一艘载有90万公升柴油的油槽船 在离开柔佛海域之后失联 更一度是传出遭到奇迹的消息引发关注 不过当局过后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弹岛海域发现了船只 并证实事件同海盗无关 船上的人员也安全 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星期三下午在社交媒体上透露 一艘印尼巴弹岛注册的油槽船 从彭亨州关丹港口出发 在离开柔佛海峡之后失去联系 当局指船上载有90公升柴油 估计总值157万令吉 大约是50多万新元 不过两个小时之后 当局表示有关船只怀疑因为内部问题 而向当局报失并非奇迹事件 马国媒体报道 船主怀疑因财务问题 没交付马国水域的保证金 才会举报船只失踪 虽然虚惊一场 但马国海事执法机构表示 近来在柔佛海域发现 装有高速引擎的船只 怀疑是海盗使用的幽灵船 在搜寻下属目标 马国当局表示 将同印尼和我国当局联手 加强有关海域的安全 欧身的安全 心变唤